哈囉,各位觀眾大家好,我是Tay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幣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就在官方昨天釋出消息 確定會在7月14號的更新之後 開放新的遠征角色與幻武 那這次有一隻角色我特別想要獨立拿出來講 那就是靈統 因為一般來說,無國新生的遠征角色 通常都是綁定火燒隊伍 在陸服也確實是這樣沒有錯 不過日服的靈統 卻是修改成非火燒隊伍也能使用 而且官方昨天釋出的資料中 也讓我確定台服是採用日服的能力 所以我認為靈統接下來有可能會改變台服環境 我們就不囉嗦直接介紹吧 那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 目前還有將近7成的觀眾沒有按下訂閱 再來麻煩各位幫幫忙啦 首先靈統怒攻的效果是 靈統會攻擊對手當前打出最高傷害的武將 造成240%的物理傷害 並且施加一層不可被驅散 同時不可被抵抗的暗傷效果 那這暗傷的能力是 受到除了靈統以外的怒氣攻擊時 會額外受到35% 靈統上次對該目標造成的怒攻傷害 不過這能力不可以疊加 而且不能超過靈統的最大生命值35% 效果持續三個回合 簡單來說 靈統怒攻就是一定會讓該目標 每次受到其他角色怒攻時 都會額外受到靈統上次怒攻35%的傷害 因為暗傷是100%命中 而且不可被驅散 所以這個效果在處理對手的王牌時 可以發揮出還不錯的功效 接下來被動方面 首先是三星的風池雲湧 他的能力是被命中暗傷效果的敵方武將 受到普攻或怒攻之後 靈統會對該單位追加一次旋風 那這個旋風有可能會很強 他攻擊敵方單體造成120%的物理傷害 而且如果對手受到怒氣攻擊 目標沒有超過三個的話 旋風傷害倍率還會提升為180% 並且對相鄰單位造成30%的劍射傷害 為什麼會說這個能力很強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首先如果暗傷的是前排單位 那就代表每回合最少會被普攻兩次 等於是多240%的物理傷害 然後雖然後排就比較難被普攻到 但旋風將為這種全體普攻類型的 沒有意外應該也可以觸發 最後現在各隊伍的怒攻節奏都很快 有的時候甚至一個回合可以發動好幾次 這樣旋風的追加傷害就很有可能非常噁心 不過當然這只是理論而已 實際上還是要等開放之後才會清楚 接著五星被動神怒之父 這個效果才是我為什麼覺得旋風可能很強的主要原因 因為它的能力是 當釋放旋風時 都會有50%機率對該目標 施加一層持續兩個回合的暈眩狀態 然後如果主目標已經處於暈眩了 就有50%機率再追加一層兩個回合的封印狀態 那這個封印狀態會讓被動技能失效 而且不可被驅散 不過羈絆、戰魂、戰靈等等的這些系統能力 不算在內 因此我們接下來可以考慮測試一種新流派 就是無限陰眩流 因為這邊只要成功施加陰眩 就可以持續兩個回合 對靈統的旋風次數提升 就有機會把一隻角色直接暈到底 另外這邊我想要大膽的預測一下 剛剛提到的三星被動效果 讓旋風是有機會造成建設傷害的 這樣是不是代表被建設的單位 也有機會受到陰眩 因為我記得觀音平的怒攻也是差不多的效果 被建設到的單位也有機率暈眩 否則不會特別提到主目標的機率 不過靈統這點我並沒有測試過 等開放之後 如果OK 我認為會是一個非常有看頭的點 接下來覺醒之後的效果是 靈統的怒攻最少會對主目標造成20%的最大生命值傷害 但不能超過靈統的最大20% 另外會對相鄰單位造成20%的建設 拿到三火的能力則是讓效果變成各40% 最後的無火的能力我認為很頂 因為它讓五星的被動效果變成不可被抵抗 不過命中率依舊不是100% 只是把暈眩的機率提升為80% 然後封印75%這樣 那你可以不被抵抗的這點 將機率變很高 我認為靈統的可玩性又提升了非常多 最後機板方面 只要上陣三種陣營的武將時 靈統就可以提升50%異常狀態命中 然後當靈統的血量首次低於50%時 還立刻恢復1000點怒氣 最後這邊補充一下 三種陣營是已經包含靈統的武了 所以各位要發動的話 只要再選武、鼠、群其中兩個即可 並不是排除武國還要三種才行 最後以上這些只是我的個人見解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對的 各位也可以多參考其他人的意見再決定 那如果我講錯的部分也歡迎大家糾正指教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後退我們下次見 掰掰